作词 李宗盛 欢迎各位这次收看胡福奇事的并行冰冈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676集 先给大家分享这款是第七集 叫做野兽联盟级的天灾 它的之前的话 也给大家分享过同等级的玩具 是这个 Artemis Prime 然后它的包装盒是非常可恶 就直接包在这里的 那这两个家伙的身形比例 可明显是失调的 并不正确 所以没有办法组成一套的 自己的一个比例系统 我们拿出Leader级 跟它做个对比 很明显是一个爸爸带小孩的感觉 其实身形比例已经非常像 这个腿部的一个部分 几乎线条都是一样的 连变形都是非常的接近 脖子的长度 肩膀的形状 当然连这个武器也是一样 它这个武器一样 可以翻过来的 本身的可动比较可怜 只有根部可以动 然后根部可以动 几乎就是一个G1的玩具的可动 这里都是手肘膝盖 白白内收 脚踝接地 拳头都是不能转 但是摆着好看 就这样子 你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颜色很奇葩 对我也不知道 它为什么是这么奇怪的绿色 头部也都不能动 这里的细节刻画 还是相当可以 胸口有一个很清晰的凡系标志 有一些锁链的刻画 背包是有点大了 但是也还在能接受的范围吧 摆着好看 那变形也是很简单很好玩 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这个变形好了 首先的话 把这个手部这里两侧给打开 然后肩膀到底往上推上去 推上去之后 腰部翻转180度 然后把这个脚往下面推一下 再来胳膊的话 抬这个方向 手推进去 那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 手部把它给推进去 之后这里有个凸 这里有个凸 它要扣大腿内侧有一个凹 那L级的话 这个凸是在这个胆部的位置 但是它移到了手部这个位置 那其实结构可以说都是一样的 我们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去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 两侧这样子 包过来 把它给扣上 然后两腿自身再做一个合并 那最后的话 这里 推下来 这里 这个地方 没有推到底 然后这里推下来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推下来 好了 变形就算完成了 真的非常的简单 大概有那种 整体来说 它的塑胶什么的摸起来 其实 也不知道这样比喻 对不对 它其实有一点点淋发动画的那种 快速变形组的玩具的那种感觉 只是说它没有一个变形的机构而已 那滚动性也算相当的不错 我们也来对比一下 刚刚拿出来那款OP 两个放在一起 完全不正确 不仅是比例不正确 这个造型本来就不对了 所以给各位知道一下 anyway 这个玩具变成说 你几乎大概只能单独的玩 然后这个是 这个金贵车也太大了 反正就是 我觉得吧 以车形态的造型 真的也是做得相当的可以 车头啊 你看派系的标志 锁链 还有这个 这个上面的这个 档红玻璃上面 这几个 是什么遮阳板吗 还是挡鱼板 这个有一个铁灰色的涂装 充满了这个力量感的四根烟囱啊 后面当然这个是烂炉烂尾啊 但是好像也还能接受吧 如果你把它当成是这种疯狂max的那个里头的车辆的话 后面有一些奇形怪状的兵器好像也就没那么奇怪了啊 然后细节 嗯 追着可以 那我期待是比较高 那拿到之后呢 没有很失望啊 我真的觉得还可以 可能就喜欢这个角色 就喜欢这个车型 那人形也不赖啊 是一个蛮推荐的一款 这个这个等级的玩具 记得各位记得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